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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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發生什麼事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地獄真的很地獄 熔岩就變了 變了血 整件事變了血 哭出來 現在這個地獄 這個應該是最新的 應該遲些會改好 不過不要理 真的 真的很地獄 不知道就算了 話說歡迎大家來到 這個16w21a 的snapshot 介紹 跟以往一樣 我們在這個Screen的其中一個部分 不知道是什麼部分 其中一個部分應該都在左邊 有幾顆按鈕 就可以飛去這條影片的不同部分 給大家看自己有興趣的部分 這樣 第一個大家看到Bugfix 就不要害怕 就不是很滿的東西 我選了幾個比較有趣 比較重要的Bugfix 告訴大家這些東西 因為現在的Bug 或者這些東西本來是一個Bug 應該是這樣 所以Bugfix都建議大家看到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準備 你想看那個有興趣的部分 如果不是 就整條影片看完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 算了 去片 這個就是有什麼Bugfix的部分 還有一些流動修復的部分 主要我選了六個比較特別 第一個 就是關於骨頭Bug 大家看到我現在放到火把上去 也看到牆 會貼在骨頭Bug上面 沒錯 之前那個板 就不小心把骨頭Bug 設定了透明方法 就像玻璃那些 所以上個板 又放不到火把 又放不到牆上去 現在就終於放得上去 這是第一個改變的地方 第二個 應該展示不到 不過我告訴大家 第二個 就是之前Bug極熊 攻擊的時候 動作是有Bug的 即是 如果他在攻擊你的時候 你轉做Game Mode 即是Game Mode 1 即是攻擊你的時候 你做Game Mode 1 他就會定實攻擊的動作 走也會變成定實攻擊的動作 這樣走 所以這個Bug也改走了 就是這樣 OK 兩個說了 我覺得第三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關於這些 之前的版本 即是1.9的版本 大家如果有玩過這雙翼都知道 有時候 很多時候 你穿著這雙翼 然後登出 再登入Game 你就飛不回 這個Bug終於改走了 換言之 現在你穿著這雙翼 再登出 然後再登入Game 你仍然是繼續飛 這雙翼非常之好 我很開心 終於改了這雙翼 非常之好 就是這樣 不要管了 OK 然後 第四樣 第四樣 關於狼 和貓 就是之前 未存服的狼 和山貓 在外面的狼 是會消失的 即是Despaw 和其他怪 但其實他本身 就不應該這樣 所以 Mojang 也改了這件 現在野生狼 和山貓 也不會自叫Despaw 會留在那個位置 也不錯 起碼就不會像之前那樣 之前有件事非常之壞 就是大家有玩的話 就是去到那些 動員 是不是 針葉林 和蟲林 經常都看到很少狼 和很少貓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 Despaw 而現在 就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大家應該可以比較容易 找回狼和貓 就是這樣 好 然後 第五樣 現在說完 在這裡後面 我有沒有放下 有了 這裡 就是關於這些 structure block 上次展示給大家看 不過 最重要的一件事 告訴大家 就是上次 這幾個block 其實就不太行 因為這個save 就不太行 其中一個mode 他現在改善了這件事 應該全部都用到 一會會展示給大家看 怎麼用 大家不用擔心 就是這樣 最後一件事 我們就要飛一飛去現場 因為最後一件事 是關於村莊 所以現在 就立刻去現場 一見面 就是這樣 來到安法現場 就是這個 熱帶平原村莊 或者你想要商事村莊 上次 就說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那個鐵帳 都用木器 所以 整間就會被裡面 兩個Lava燒了 然後整個村莊就會這樣燒了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 雙屍木村的鐵帳 這個很明顯的鐵帳 他都轉了 用座布器 就不再用雙屍木去建 裡面這兩個 顯示得有北的Lava 就不會燒了整棟樓 所以 這件事我自己覺得 挺不錯 起碼 現在 即是 不會整棟燒了 好 第二個部分 就是講一下 這次加了什麼 雖然不是特別多 也不是特別大 全部都是小更新 不過 整合了就有五樣東西 最重要是五個關於生存的東西 然後兩個就是 紅石 指令那些東西 逐個告訴大家 就是這樣 第一個 第一個 就講到這裡 跟生存有關的 就是Dispenser 把裝置放出來 大家應該都知道 平時Dispenser 如果啟動它 把裝置放出來 就可以直接穿到人上面 大家看到現在沒有裝 像F5這樣 這樣走下去 大家看到 就立刻幫它穿完 因為五件都放在我身上 對嗎? 謝謝 麻煩 但是在這個新版本裡面 現在盾牌都可以直接用這個方法 裝在身上 這裡下面有盾牌 給大家看看 這裡 下面這個 就放了盾牌的Dispenser 發射器嗎? 現在我們先看看 看看 大家看到盾牌都會自動幫我們裝 而且非常貼心地放在左手上 整件事非常好 所以 Dispenser 放裝備 就 輕鬆了 算不算 都算 應該是 就是這樣 第二件 就是改1.9的時候沒有了的東西 就是 在這個 礦車上面 可以裝動物 麻煩 裝上去 在1.9裡面 合作一點 1.9裡面 這樣就 裝不到動物的狂 在這個snapshot裡面 他會加這個進來 我們腳看不住 我們不要管 但這個新版上面 大家都知道 這個 熔岩Block 就會有傷害 不過他改到熔岩Block 那些怪物會忘記有傷害 即是他會直接走過熔岩Block 大家看到 他會直接走過熔岩Block 這件事 我不知道會不會弄出新的魔法 還是他不是想這樣做 不過算了 總之現在就是這樣 有些新的魔法 應該這樣說應該沒問題吧 應該可以 不用把所有魔法放進來 OK 就是這樣 這個新的 關於熔岩Block 一點點東西 OK 然後第四個 我猜應該是 和大家比較大關係 就是關於 Ander Pearl Ander Pearl 我想拿多一點 還有這個 哥萊果 之前的版本 如果你坐在動物上面 然後扔Ander Pearl 連動物都會一起飛 不過現在不會 只會 你的人自己飛 應該要GAMEMOLE0才吃 GAMEMOLE0才吃 GAMEMOLE0吃這個哥萊果 大家看到 我自己會飄走 然後帶豬就沒有 我會吃多一個 就是這樣 這個最新改了 現在就不會和你的座騎一起飛 A 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他好還是不好 不過算了 我也沒有 怎樣 怎麼會有人騎著這隻東西 然後扔Ander Pearl 不會有這種人吧 應該 算了 不要理這些東西 算了 OK 那第五樣 也是最好玩的 一樣的就是 現在這個新的版本 你用魚乾 是可以釣船和釣物品 給大家看看 但是我試過 如果船在水裡的效果 是最好的 其他地方 魚勾很容易撞在地上 大家看看 我們可以釣船上去 為什麼要釣船呢 但是 還有一樣要跟大家說 這個釣船和釣物品 它不是每次釣到的 希望它遲些會改 在水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可以釣船上去 我喜歡坐鎖上去 我不是要坐鎖上去 應該可以扔到船上來 但是看到 經常釣船上去 這些位置就是 對 它不是經常釣船的 如果不是在水上面 這樣釣一釣 這樣它就可以飛船上去 我猜這個很明顯 可以玩到釣金魚的遊戲 看什麼 另外的物品也釣到 是Block 或者這些物品也釣到 不過 最好 物品都好像在半磚上面釣會好一點 因為其他情況下 是可以 勾在地上 或者它是沒有反應 看到它沒有什麼反應 但是它是 為什麼不釣 釣過來 釣過 釣過 釣片 不要這樣 拉 拉不動 是很煩的 經常都不動 但是 動了 又動了 好像在冰上面釣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在半磚上面 好像比較容易動 因為半磚沒有那麼容易撞 地上 感覺上 但現在它不動了 一拍片就不動了 大家都知道這些東西是這樣的 麻煩 釣 釣 釣不到 釣不到 釣到 但是有點不不利 雖然這個 暫時都是 但就有一點新的東西 希望它遲些會再改好一點 這個 就是這樣 那些東西放好強迫症 對不起 就是這樣 跟生存 生存你會做到的就是這五樣 有一點跟生存做不到的東西 大家都想跟大家說說 第一個 就是一些怪 現在 如果穿著一個滑翔翼的話 就是一個 昨晚 可以做到一隻怪 會用到滑翔翼這樣 掉下去 就是現在的新昨晚 讓大家看一看 例子 就例如這樣 羊 它穿著滑翔翼 大家看到它現在穿著滑翔翼這樣 飛下去 整件事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它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整件事 飛翔翔翼 不過我們如果在這裡按 我們可以看到有幾隻羊 這樣飛過去 這樣有多不錯 哈哈哈哈 飛羊 快點飛羊 你們 我剛剛那個 還有為什麼好像跟風向有關 那對轉彎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轉彎 不過算了 總之是活動 活動的應該 好像活動的 這隻紅 我不知道它想怎樣 上車 上車 我不知道它想怎樣 算了 不理它 然後還有一個 跟CAMAND有關的 就是關於 Falling Dust的CAMAND 如果大家記得 上次 那些鯊 紅色鯊 或GRAFL 下面 就會有些particle出現 對不對 現在這個particle 可以用CAMAND去召喚出來 而且可以選擇顏色 非常重要 最後這個數字 就是一個block的顏色 因應你所選擇的block 而會不同 例如我們選擇 木 木是5 木是5 你把後面這個數字 改成5 然後啟動 就會有些木的Falling Particle 出來 都挺漂亮的 這隻 這隻 粒子效果 木就不太特別漂亮 沙塵滾滾 13這個GRAFL 都是沙塵滾滾滾 那種 但是有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80號 這個雪的Falling Particle 是怎樣呢 就給大家看看 真點下雪 簡直就是 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真的挺漂亮 說真的 代替Minecraft的下雪 這個漂亮 說真的 我覺得真的漂亮 這個認真 給大家考慮一下 對不對 亂處 不知道 隨便 都挺不錯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新Command 給你們玩 就是這樣 新家的東西大概就是 這麼多 那好吧 首先要跟大家說 一點點不好意思 因為 我發現剪影片的時候 其實那條影片真的很長 加上Structured Block的部分 所以 這個Structured Block的部分 我另外分開了一條影片 去說怎樣用 基本上是介紹一下 但是也有點長 比我本身這條影片的內容 所以 都是分開它 好像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 應該 右上的i字 會有那條影片 或者下面應該都有連結 之類的東西 我希望有 就是這樣 再次跟大家說 不好意思大家想看Structured Block 就記得要按另一條影片 就是這樣 不過呢 16W21A 要介紹的應該都是差不多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去 開這條Snap 出來玩 所以今天要說的影片 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